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開箱 看看我這個新買的零件 它是一個功率計 本身由台灣回到香港之後 就打算不停出台灣的影片 出完之後我再去剪其他的影片 不過真的很想和大家分享了我這個新買的功率計 所以就打算剪了這條影片給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我這一部的DR-MR1S 就是我拿去台灣踩的單車 也有些地方是不同了 就是這對LINK 本身的鋁LINK變成了全黑色的炭LINK 這對LINK其實我也拍了少許開箱影片 不過那一段影片還未拍完 我遲些去試這對LINK 我未試的 試完 剪好了 亦都會出分一條開箱的試用的一條影片 今天就是開箱這個Majim他們的 P325CS的POWER METER 為什麼我無故買一個功率計呢 是因為我這輛車沒有功率計 我有一個功率計的腳踏 但是要經常換來換去就很麻煩 我就索性不如買一個功率計吧 不過我本身不是先買功率計的 我是想換了他的腿 我這個腿是170 我就覺得長了 我想要165 那我就想了 165 買一個Altegua的165個腿 都要1000多 但是讓我看到他這個功率計 他是一個大餅的功率計來的 但是價錢是真的很便宜 是2000頭而已 給我一個短的腿 然後又有一個功率 不如就買一下這個來試一下吧 這個是我自費去買回來的 同時間又可以拿到在我的網店上架 亦都會給大家一個優惠 到後來再說 現在就開箱先了 箱可以見到其實都挺漂亮的 因為它的價錢呢 令到我以為它是包裝上面 會不會好參差 怎知道其實都挺漂亮的 正正上上 看到有個大餅的logo 其實是印了在這裡的 現在就打開看看 我都沒打開過 剛剛才收到而已 這個power meter的樣子 是這樣的 是Magine的一個說明書 大餅就是這樣的 先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跟我Sumalo的變速器是兼容的 除了Sumalo看到它的說明上面 亦都說跟SWAM是兼容的 樣子那裡就真的很見仁見智 有些人會覺得SWAM漂亮一點 有些人會覺得Sumalo又好看一點 這個就是它的大餅 然後它的曲餅 零零射射的曲餅是藏在這個位置 這裡打開的 啊 功能計的這個腿 我這個是165例的 就可以回歸正常的Fitting 盒裡面這些位置 都有一些logo 整得挺漂亮的 這個盒都其實 在盒裡面拿出來的東西 就有這個大餅 曲餅 然後這條線 然後還有說明書和指南 現在就首先 讓我來看一下說明書 是有中文的 是一樣的 跟它的馬錶是一樣的 我曾經用過它的馬錶 是需要激活的 即是它有個QR Code 用手機刮一刮 這樣也要 好了那搞定了 激活完了 激活的過程都不會太過困難 雖然是有少少麻煩 我自己就覺得 將腳踏拆了出來 我會逐樣逐樣試一下功率計大餅 首先當然要磅一下 看看和我原裝的 Sumalo 的Altegua大餅 重量是 差多遠 磅的時候是大餅曲餅 再加上蓋 即是本身它有的所有東西都會磅 磅一下看看有多重 還包括這個 搭噴感應器 我也會磅買的 因為我這樣放下去的時候 會用搭噴感應器 我想看看 整套這樣換 重量是有什麼分別 好 重量是 幾輕 比我想像中 698.2 698.2 接著還有這個 開 開 好 744 是744 比官方所說的 是再重多一點 差不多重了 40多g 重了 這個就包了 搭噴感應器 所以不需要搭噴感應器 樣子就會更乾淨 放進去之前 就抹一抹BB 然後再塗一點雪油 再安裝上去 等一會 有一個方法 可能可以令到 再輕多一點 因為這個蓋子是金屬 我想有些人會喜歡用金屬的蓋 但用膠的話 其實是輕多一點 我看看這個蓋子 會不會塗得很遠 而且是否通用 9.3 9.2 這個呢 4.6 這個可以輕到一半的蓋子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 Sumaro這個蓋子是膠 我就反而喜歡它是膠 因為輕一點 如果是用金屬的話 雖然是硬一點 但會重一點 除非那一隻的金屬是可以做得比4g更加輕 更加輕 那就另計了 搞定了 那現在樣子就會是這樣的 大家覺得怎樣呢 都挺英俊 我覺得挺搭這部車 其實都 現在就看看變速怎樣 因為我沒有去教什麼 就這樣裝上去 就立刻試一下 好 那我變完速基本上是很順暢 亦都沒有開鏈的問題 但是就留意到 大餅 即是上了去 之後 上了大餅之後 是有機會 脫鏈 脫向外面 因為它現在太出了 所以就最好 退入少少 扭一扭螺絲其實就行了 試一下 順暢 對呀 搞定了 重量的比較 安裝 和裝了下去的調整 就會是這樣的 接下來就是 最重要的 功率的那一部份 在附近兜了一會 到處踩 就分享一下 對這個功率的感想 首先 其實這個功率計的價錢 真的很便宜 所以在買回來的時候 都做好一個心理的準備 會不會說 有什麼問題呢 二千頭就有一個 雙邊的功率計 買回來測試一下 首先 在包裝上面 是挺漂亮的 然後在重量 這樣 裝上去之前放一放 我覺得是很合理 而且都差不多 只是重了40g 左右的一個重量 然後裝上去沒有什麼問題 去調校的時候 亦都是 我這樣變速 都是 沒什麼問題 大餅 小餅 我亦都有想過 換了這個餅 會不會說要重新 習慣一個 上鍋鍊的時機呢 就是我上大餅的 因為有時候你用某一些 變速系統 你按下去 再踩那時候 那個感覺 是會有一點不同的 但是我轉了這塊餅 我覺得 跟我用開的RT掛 是 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 基本上就不用說 煩太多的東西了 對啦 裝了去部車那裡 然後就出來用 然後在功率那方面 它就說它的功率 那個精準度 就大概是 剩下1.5%左右 它的大餅也採用了一個中空的三孔 一個的中空設計 就說令到可以做得更加輕 還有說對稱性會更加好 然後它的大餅就用了7075的一個物料 去做出來 所以也是更加硬的 它也做過一些測試 就對比Sumalo的大餅 對比了它的DRA Ace Altegua 和105 去進行一個重量 和乾性的比較 就發現有一件很意外的東西 就是原來 頂級的餅的乾性 反而會低一點 因為它的重量是輕一點 所以乾性就低了一點 而105是最高的那個乾性 來到現在我用的 這隻功率計的大餅 然後來到這塊大餅 就說是比Sumalo 的DRA Ace 的乾性 是更加高 不過如果你問我踩下去 其實大餅乾性 我自己就不是很感覺到的 可能我平時踩開的火數就比較低了 就例如說有些人都分享過 SRAM的12速機 有三個級別 即是Force WIFO 有些人就說WIFO的 級數比較低 乾性就差一點 然後我踩下去 它踏頻 和功率的顯示 都跟我平時用的 Sumalo的功率 是一樣需要拌一拌的 就不是一踩下去 就馬上有 還有斜 是踩下去之後 就需要讓它轉一轉 拌一拌 才會顯示一些數據出來 還有它那塊 矢片和大餅 是用了一個一體式的設計 所以就說 重量又更加輕 而且乾性也更加高 就這樣 好了我在網上也看過一些資料 以往雖然就不是說有很多人 去測試過這個功率計大餅 不過都有 自然就會反映過一些 需要改善的地方 就例如說曾經 測試到原來它的腳踏 不是水平的 當你轉動到某一個角度 它就會 好像有點傾斜 那我就測試一下 用手機水平的尺 來度一度 就看來改善了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功率計大餅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剛剛出的時候 也有不少人反映過一些意見 這個品牌 就去改善 然後我亦都把這個功率計大餅 試一下去按下去 用力去按 把腳踏都塗出來 然後跟我的拚 拚貼掛去進行一個比較 看看會不會有一個 很嚴重的變形 又或者那個煌動 是很劇烈的 這樣呢 我沒有拿一把尺 很精準的去量 但是用肉眼去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是差不多的 我按下去的感覺 都差不多 甚至其實我按下去的功率計大餅 的時候 我是很大力按下去的 那它都 對啦 都很實正 在功率計的數據上面 其實我看過 在網上的測試 有些人測試過的 其實出來平均輸出的時候 是跟一些比較昂貴的功率計 是差不多的 那一條的功率計 那條線 那條曲線 都是重疊的 不過 在有時候 變速的時候 又或者突然 你給一個極高火 即是你爆車 衝刺 那一下就有機會 是 不准了 不夠精準了 不過在其他的情況 都見到 是相當之不錯的 不過以它這個的價錢 整體上 我看下去 我暫時都覺得 很OK的 即是它的造工 樣子 安裝 在調校的時候 都是很簡單 很方便的 然後 最重要的功率 就像我剛才所說 有時候可能會不准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以它這個的價錢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便宜 不過 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內容度 就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我覺得這一塊 即是這個大餅 這個功率計 就適合一些 你平時沒有用功率計 但是你想知道 平時在給多少力 是要給多少力 才可以給到這個火數出來呢 又給不給到呢 即是想這樣玩一下的話 這塊餅是不錯 可以體驗一下 價錢上面 真是很便宜 可以說是 單車界的功率計 最便宜的雙邊功率計 之一 我不敢說它是最便宜 但它會是 最便宜的那一批 即是比較實惠 還有如果你是同樣 想換個曲柄 可能想換長一點 又或者短一點的話 它的曲柄 是有不同的選擇的 如果好像是我這樣 想換個曲柄 剛好它又有功率計 真的一戰雙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都可以上我的網店看看 現在是有一個早料的預售價 早買早享受 價錢就更便宜了 它本身其實 未有優惠之前 已經是很便宜了 我現在 再做一個優惠給大家 相關的連結 我就放在下面內容欄 就不用輸入優惠 我在網店那裡 已經在做一個預售優惠 直接落單 大概5月頭左右 就會有了 這樣也很快 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